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要求 来布置我们的一些场景 这些场景的话 大家一定要布置到位 要不然出不了效果 比如说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黑色的鼻格 如果是说你想要这种效果 你用了一个灰色或者是深灰色 或者是那个白色的这种背景纸 就是没有过度或者是没有质感的那种背景纸 是没有用的 因为的话它会衬托 这个质感会衬托我们整个场景 所以说我们这个道具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里用了两个散光灯 一个是左边的 一个是右边的 然后右边这个加了标准罩 左边是裸灯 然后一个螺光屏 树屏 然后一个天幕屏 然后相机加相机架 剩下的就是一些道具 我们的一个用光是非常简单 两个灯就OK了 我们只要是打亮我们的主体就OK了 如果是说我们要求高的话 我们还需要打一根逆光打轮廓这边也要补光 我们的顶灯或者是比较高的灯位打下来 那么经过一层楼光纸 这个是进口的楼光纸 揉化 然后就到我们在主体上会有一个非常漂亮过渡的一个阴影 我们首先把这个灯关掉 左边这个是辅助灯光 OK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打了一个 右侧灯下来 那么右侧灯下来会在我们右边 这边会有一个高光 那么这个高光是需要到楼光屏来柔化的光线 如果是说我们不用的话呢 楼光屏的话呢 它会有一条曝光过度的一个高光 它不是过度 是非常曝光过度的一条线一样的东西 这样就不好看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到一个天幕屏 然后呢 灯光的话呢 我们会固定 比如说我们用1% 那么1%我们固定了之后 那么我们相机 相机的机位 这个是没有什么固定的 比如说你要什么样的机位 会根据你的拍摄要求来 这个并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机位 可以随便移 上下左右移 移到你合适为止 那么我们这里就固定在一个比较 兼顾的一个相机架上面 然后呢 比较高 然后呢 一般的话呢 我们需要连电脑 我这里就不连电脑 我们就拍一张 就看一下效果先 如果说为了方便 我们可以接连电脑也可以 那么我这里参数我就不讲了 因为的话呢 这些参数的话 我们讲了很多遍 大家不要死记这些参数 如果说你对这些参数 没有就是一个概念 那我建议你先看一下 我们的基础片里面 这些参数的一些功能 一些作用 我们重要的是教一种方法 这种思路给大家 去参数 大家可以去那个基础片里面先看 一般我们这个灯 比如说我们开到固定的一个值不变 我们灯不变了 我们调向机光圈就OK了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如果是说你把光圈固定了之后 你就调灯也可以 也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是开了13的光圈 来